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据我所知 邪教善友会 有本朝官员在幕后操纵 你就是不肯把她供出来 皇后娘娘 该说的罪名都说了 官员操纵 民女实在不知道 九仙姑 你的罪是可以灭九族的 据我看你母亲兄弟都是忠厚之人 你不为自己想 也该替他们想想 他们 他们是杀士寡与我何干 把他们杀了才好呢 正好跟我一起升天 你这个贱人 心比蛇蟹还毒 臣以为应该改掉四个字 怎么样 刘大人 你来改 大胆 老先生适才傲物 不能目中无人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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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脾气不好 下官是在和他切磋字画呢 怎么 你竟然想改皇上的对字 请问你想改哪四个字 把那两个天下 都改为圣上 这里是百官每天上朝必经之地 应该让大家天天都记住 先圣上之忧而忧 后圣上之乐而乐 有意思 这圣上和天下可不是一回事啊 圣上就是天下 没有圣上天下何在 没有圣上哪有我们大明的今天 你 千强附会无稽之谈 是 皇上驾到 臣拜见皇上 宗爱卿联礼 谢皇上 今天是谁第一个到的呀 是胡为庸 他每次上朝都是第一个到 好啊 外卿如此秦政 可家可偿 皇上 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刘大人这皇上讲话呢 你插什么嘴 还没上朝嘛 刘伯温刘老先生的话 那可得听一听啊 皇上 众朝臣勤于政务 忠于职守 是为臣的本分理所应当 上朝议事聆听圣旨准时即可 提前后朝之风绝不可章 这话怎么说呀 此风一开 你早我更早都要战先 不消半月 有人头天晚上就会候在这儿了 就是嘛 夜里不睡觉 早上上朝没精神 下了朝在回家睡大觉 这不是乌鸦一只老管一个 一个鸟样吗 对 一样倒也罢了 只怕会助长偷奸取巧之气 虚假不识之风 这正是皇上深恶痛绝的呀 老先生所言极是 惟庸 微臣在 以后上朝准时即可 后朝时间不许太长啊 臣遵旨 皇上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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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丞相大人请 行 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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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雕临的罪犯也预备了一些 正愁派不上用场呢 我看你这神仙之体 也不太在乎吧 我怎么听说 有一个叫请君入瓮的 对对对 有有 怎么个情法讲讲 就是找来个大坛子 把醉饭放在大坛子里面 四周加上炭火 慢慢地烤 直到把人彻底地烤熟为止 我看这个挺好 如果他再不说 就请他入瓮吧 烧熟了喂狗 不不不 皇后娘娘我求求你了 别让我入瓮 我说我什么都说 你问吧我什么都说 皇上 臣胡为庸有本要奏 承上来 胡爱卿 你做何事啊 臣恳请皇上下诏 严令禁止 擅有慧等邪教社团 火庸 臣在 对擅有慧 以下是赞口不绝啊 那是微臣支支瞬前 只见其表 武皇盛名 不计劳顿 不避风险 亲帅刘大人和微臣 赶往采石镇 当刘大人问起自称 已八十八岁的九仙姑 生于何年何代 他支支吾吾地不能应答时 微臣才猛然惊醒 九仙姑是个骗子 是个心怀不轨的女巫 这女巫竟自封是仙姑 还吹嘘四海民众结为其弟子 臣亲眼所见 她的香火确实旺盛 如此下去 岂不是在与吾皇分庭抗礼 皇上 李丞相有什么话请讲 常言道 谁可在咒亦可覆咒 在当今天下 尚未完全平定之际 对这样一个设计人数 众多的民间社团 需谨慎从事 不可倾下结论哪 行了 让他过过目 记得对 都对 都对 那就按手印吧 把十个手指头都按上 把十个脚趾也按上 这罐里头 就只有阮洪德吗 跟明依打交道的 就他一个人 还有什么人 只能问阮洪德了 把这个口供送到奉天殿 禀奏皇上 谁 是我 胡公子 胡公子 没什么事吧 嗯 平安无事 凶野无灾 极则成了 那就好 那就好 阮大人 哪能让你劳动过来 快来 红德兄 坐 走走走走走 阮大人您坐 昨天夜里 我做了一夜的噩梦 现在 头脑还昏昏的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啊 红德兄 跟我父亲做事 你就放心好了 是啊是啊 胡大人说过 有他 就有我嘛 红德兄 我这次来 就是来送你回去的 你 踢死你 我踢 我踢死你 我踢 我踢死你 我踢 我踢 少爷 别踢我屁股 按腿 对 掐膜的 掐膜的 对 掐膜的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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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刘老先生 臣在 对于胡维英所咒你是怎么看 回禀皇上 臣以为 胡维英所咒巨石事实 对于善友会等邪教社团 必须坚决铲除 否则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好 招命 招命 今后 犯装神弄鬼 自称仙谷师婆 妄称弥勒佛 白莲教 擅友会 这些旁门左道乱政之术 或是隐藏图像 烧枪击重 扬求善事 善获人薰者 一律掩拜 善友会为首者 斩 护法以上头目 各账一百 流放三千里 无防圣明 刘老先生 臣在 在我大明律法里 应该立即加上禁止施无邪术的条规 即刻肇事天下 臣遵旨 皇上